王思宇 调整一下呼吸 调整状态 王思宇 命中 60比59 第二罚 好球 理性关键时刻 罚球中了 命中了 61比59 还剩3.4秒 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比赛结束的笛声响了 最后是中国女子篮球队 站上了对手 第二中国女子篮球队 就取得了第12届 世界女篮锦标赛的决赛权 比赛结束 28年之后 同样的地方 中国女篮杀进决赛 中国女篮在94年的时候 曾经在那个馆闯进决赛 那是离冠军最近的一次 第四到第二 所以名次差别可能就是一名 其实但是整个过程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职责 因为你每个人的职责不同 你在场上呈现的东西也不同 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很重要的拼图 所以我觉得各司其职吧 发挥最大的能量 才能够帮助队伍往前走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入选国家队 然后到世界杯也是第一次 所以就是在这过程中 学习到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好 就是各个抢手 然后我们以前也面对到 面对过的就是击不垮的敌人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足够顽强 然后就是这么多年来 就无论他们怎么把我们击垮 然后我们再站起来 然后再去找机会把这个 差距缩小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无畏的这个过程 我们继续无畏追光 演播室里面多了一位我的同事 也是我们的篮球专项记者朱立宇 我们跟郑志导好好聊一聊 郑志导把您的队员请出来好吗 立维 小宝 娜娜 赶紧上 我们欢迎 杨立维 李月汝 迪拉娜 刚才郑志导叫的是立维 小宝和娜娜 在队里面都这么叫的是吧 那就是立维是有正式的名字 对吧 这是队长的特殊待遇是不是 立维叫你一声洋队 你敢答应否 其实现在我听说就是 洋队这个名称 你是有一些都不习惯是吧 对 我觉得有点不习惯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随性嘛 然后也比较随和 然后平时在队里面 大家都是没有那么正式吧 所以可能还是有一点不适应 队员叫你什么 那就 叫啥呀 牛姐 牛姐 就这样比较亲切一些 但是我们看到您还是得叫一声洋队 当上队长之后是不是有 随性的人当队长是会有压力啊 我觉得每个阶段都会有压力吧 不单是你当上队长 对 郑志导 我看到立维 他在网上发的照片 他在看什么书你掌握情况吗 你看他看什么书啊 我带来了今天 他要看 焦虑的人 焦虑的人 你看您的队长都焦虑了 这个 立维给我们说一下怎么回事 这个书是从国内带去 对 都看了吧 看来一半多一点 一半多一点 为什么选这个书这个 没有 其实就是感兴趣 就分享一个体会吧 我觉得就是 不是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很开心 我觉得就是 焦虑也是你情绪的一部分 就是正常的就接纳他吧 他因为他是队长 所以在球队一定要有一个标杆 就是队长就是标杆 所以你怎么要求队长的 大家都看着 所以他是球队里头要求最高 批评最多 那个自己练的也最辛苦的 所以他一定要看这本书去排解 就是真的这个批评最多 然后就焦虑了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希望我们的队队不要焦虑啊 对不对 刚才我注意到 政治导说了一个 你的是榜样啊 你要有这个榜样的带动作用 关于这个榜样你是怎么理解的 那作为队长 就是肯定是以身作则嘛 然后禁止禁责 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的 以身作折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去呈现呢 在比赛当中 比如训练 你要比别人早到 比赛当中 你要比别人更拼 或者是 可能你要面对更多的 也许是球迷舆论的 这样的压力 会不会 都会有吧 都会有 比赛当中 训练当中都会有 就是肯定是要 比别人做得更好 别人做不到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 其实 他 因为 他在球队的作用 不仅仅是要体现在进攻方面 可能大家都是看到 谁得分多 谁就最好 但是 作为专业的人士来讲 就是说 我们能够判断 他在场上 就是做了多少 因为 立委有 就是大家球迷看不到的地方 尤其是 每次对手的重点人 外线重点人 都是交给他的 所以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一点 所以他的体力和精力 其实都在 可能更多的 80%都放在防守上面了 这样就会影响他的进攻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他 好像得分不是那么多 但是其实他的作用是同样的 所以立委要遇到的情况就是 可能很多时候 别人看不到 也可能是看不懂 给你带来的额外的负担 我觉得不是负担 只要你自己不认为他是负担 就不是负担 这也就是在 动力 对 是一种动力 也是一种职责 因为你每个人的职责不同 你在场上呈现的东西不同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都很重要 都是每一块都是很 就是都是一块 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很重要的拼图 所以我觉得各司其职吧 发挥最大能量 才能够帮助队伍往前走 那这次世界杯 你觉得自己表现 给自己评分的话 是有多少 我觉得方方面面的 点评的话 80吧 郑导觉得这分数 在你心目当中 我觉得 应该说接近满分吧 应该说接近满分 还有更高一些 给每一位 我觉得球员们都做得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实力 还不具备就是完成第二这个成绩 因为他们已经就是超越了自己 所以我觉得就是接近满分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 对吧 其实不只是立维 我看比赛结束之后 月汝发了一个微博 他怎么写呢 他说感谢教练和队友 带着他获得了亚军 月汝 当时怎么想 因为我的微博很少有正经化 就是 就是一种 对自我的一种调侃吧 因为我 确实对我可能 希望有点 就是对我自己的个人期望很高 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够打得很好 然后就是觉得说 嗯 这样一种 调侃也是希望我未来能够 发挥的 越来越好 当我在那个华文杰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对他自己给的分数挺低的 给几分 给了几分 就具体没给分 但是他 等一等你等一等 先问一下政治党 政治党能打几分 我觉得就是我们12名球员吧 就不会是每场他都会 呃 十分 所以可能今天这场比赛 这个人是十分八分 那个 他可能就三分两分 但是下一场比赛 可能他就变成十分了 因为不同的对手 就是球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嗯 小宝因为他就是在 去大家都知道去WNB 可能就是勉强合格 勉强合格 其实不止你看在教练心目当中 呃 刚才郑导也说到了 岳汝的WNBA的经历啊 这个经历对于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这个锻炼对于你来说 在成长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还可以说是 成长过程当中 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首先能去 就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吧 然后包括我这次回来以后 教练也说 呃 我的自信心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首先是对我的一种肯定 然后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就是一个 给我的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就是 站在就是世界强 各个强手面前 然后跟他们去过招 然后跟他们去学习 嗯 迪拉纳在世界杯赛场啊 球迷这个点赞最多图片 我们来看一看 当时是伍彤彤是不是 对 很多人跟你说过这个情况 嗯对 这个当时是什么 怎么想的 就没没想 嗯没想 就是那队友受伤了 那确实是需要这个抱下去的时候 那当然是就是要抱下去 而且我也说过了 不是我一个人抱的 刚开始的时候小宝有帮忙 然后 对后面司机也帮我接手 对 我们是一起那个抱下去的 对 可以 这个相片呢 其实可能很多人看到的是觉得 哦 娜娜天生神力 但是其实很多人细品这个相片呢 它是一种团结的精神 嗯没错 是一种就是队友之间的一种爱 是 对 其实我相信这只是一个瞬间 其实在这个瞬间背后 在日常的训练比赛 其实这种爱的传递 这种爱的交融 应该是非常高效的吧 就跟迪拉娜她比赛的时候的心态一样 随时要做好准备 是没错 对一切的情况 是这样吗 时刻准备着 时刻准备着 平时怎么样让迪拉娜时刻准备着呢 嗯 其实因为球队里有12名队员 只有5名上场 所以那个有7名队员都在下面 随时做好准备 呃 其实娜娜是球队里 在那个场下做的时间比较长的那个队员 但是她跟场上的队员是一样在实际 所以每次你都能听到她的声音 不管是呃 呃 是提醒啊 她的声音都是最大的 所以她在无时不刻的给球队带来正能量 所以12个人咱们是一条心的 我听说娜娜是一个很自律的队员 从小就是知道纪律性的重要性 那对 然后到世界杯也是第一次 所以就是在这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好 亚运会和亚洲杯也希望能够登顶吧 要做更好的自己 队员们邀请您一起跟他们拍摄一个跳舞的唱歌的视频 您会愿意 有可能会参与一下吧 让我就是让大家高兴高兴 百年糊涂难寻 独创18度提寻工艺 纯正信口省走快 百年糊涂难寻 18度提寻 省走快 立行节约 反对浪费 你拿来的信心啊 就一替补 独刀突破记者 感冲人状 九江双征 广东提议频道白酒品牌战略合作伙伴 九江双征 源于水土 更在双征 200年记忆传承 换活纯净蜜香 广东的双征 世界的蜜香 双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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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职业队了之后 才会有一些交流 然后现在慢慢逐渐 一起都在一个队伍 同一队队伍 都一起的话 然后我又可以帮助她 又可以看到她进一步成长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我而言 从小姐姐给我带来的 就不只是篮球 她不是比较有想法的 她要做什么事情 她可能 她就去做了 不犹豫 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是 需要这样 她可以给到我的一些 启发 虽然我不再爱说话 但是我会尽量的去找话说 起码不是一个人 就一起去为了一个目标 去努力前进的那种感觉 是不一样的 我最近我去看立维的新闻 很多时候都会跟妹妹在一起联系起来 妹妹是你目标当中的一部分吗 我觉得是吧 是的 我觉得应该是 怎么说呢 因为我是姐姐 然后各方面都会潜秘默化的去影响她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 我是她的一个目标吧 当然也要问问她了 也许不是呢 这一段我们留下来 让播给书语看好吗 我们记者提示我 你在世界杯结束之后 跟书语有过一次直播的连线 你说的一句话是 你说的一句话是 你再不来 我就等不了了 我是说给政治导听的 这句话是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开玩笑 但是当然希望这一天 我也期待她早日到来 就是我们能够同台 为国争光吧 好 郑志老 我觉得这更多的是 对妹妹的一个期待吧 就是因为杨树宇的条件也是非常好 而且非常具备特点 只是年龄还比较年轻 所以我觉得 立威用这次比赛的成绩和自己的表现 在影响着她 我觉得就是 让她尽快的能够跟上那个姐姐的步伐 能够就是说 那个达到国家队的需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期待吧 主要是 我看到前段时间 岳汝在研究CBA的录像呢 在看直播呢 在看直播 你知道政治导 以往解说过CBA的比赛吗 那个时候 她是错愕的表情 她真不知道 那个时候 我觉得她还没开始学打篮球 可能 她真不知道 那郑志老在我们这解说过比赛的 这事真不知道 我回去补一补 喜欢看广东红圆的比赛 因为我会觉得他们 就是有我们很值得学习的地方 就是不只说今年吧 就是往年他们 他们能拿那么多阶冠军 其实是有他们的就是文化底蕴的 让我觉得这种就是 无论是球场的风格 作风啊 每个人的权利以赴的精神 其实是我们很值得学习的 所以他们的球会比 球队的球好看 看篮球比赛 会占到你训练之外的时间的百分比 能有多少啊 赛季中的话 应该最少五六十吧 其实我们的业余时间 大部分球员好多 我觉得很多啊 就是我身边的人 大家都是 虽然离开了球场 不训练 然后可能不比赛 但是生活中也会讨论很多 跟篮球有关的东西 包括 某一个外援的技术 特别的厉害 然后就是可能说 哪一个配合打得特别的精彩 然后我们都会就是拿出来讨论 然后就是觉得值得回味 他在研究CBA的外援的特点 像猪那个交流一下 那你猜在研究谁呢 现在 我觉得他应该不只看外援 就国内球员也应该就是 跟他同一个位置的 应该也会重点看一看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兴趣爱好 外加可能业务 因为包括其实我们也知道 在集训过程当中 咱们队伍也会安排跟蓝队进行一个对抗 其实这个政导会给对抗方蓝队提什么要求 这一次我们在就是在广东集训期间 我们跟那个佛山那个NBL球队 完了跟新世纪那个青年队 就是邀请他们那个过来做陪练和模拟训练 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男孩子的速度对抗 那个拼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尽量去尽量去适应 这对我们打国际比赛是有帮助的 我也想就是问一下咱们政党 就是您对您的队员们的这些兴趣爱好 您都了解 其实不能说全部了解吧 但是我对他们的那个个性 和那个球场上的那个 那种那个特长特点 我觉得对这个比较了解一点 因为我是这么的一个一个教练 其实我在场上要求非常严 但是我场下还是给他们 就是比较宽松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需要 他们需要调整 所以我平时尽量就是不要去管他们 如果我每次都去看他去做什么 他会觉得就是你好像24小时都在盯着我 所以我尽量就是不要去就是影响到他们 他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比如说他需要跟家里联系 他需要看书 可能他需要看一些那个动画片 我觉得都可以 我平时是给他们一定的宽松时间的 因为当运动员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而且那个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劳 所以他每天对就是同样的训练 同样的安排同样的作息 他是会有枯燥感的 所以就是业余时间要尽可能的 让他去就是去通过他洗害的东西 尽量去调整 就其实我们也关注了很多队员 就是在这个视频拍视频制作短视频方面 也是给很多球迷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就这点你有关注过吗 其实我都是听说 我并没有去关注 但是我老是听说 他们跟谁那个就是就是拍了视频 说的又挺好玩啊 又怎么样啊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说到就是我想关注的地方 我就会去找来看一下 这个节奏情节会啊 你练上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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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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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未来有一天队员们邀请您 一起跟他们拍摄一次 跳舞的唱歌的视频 您会愿意? 其实他们知道我也不会跳 也不会唱 我觉得就是 有可能会参与一下吧 听到吗 你又刚刚好好策划一下 刚才我听到郑志导说 有队员还看动画片的是谁 还有看动画片的 对啊 他们会啊 就是 我 又看了什么动画片 就迪士尼系列的动画片 还有就是美女野兽 玩具总能员1234 然后皮诺曹啊 然后还有那个101中狗 就是之前比较经典的 我都会看 其实也会看那个龙猫 就是宫崎骏的也会看 为什么选择这些 你这个跳跃幅度很大 你这个一方面是看 挺深奥的书的人 然后还看动画片 为什么 其实动画片 它的一些小故事 也会让人很受启发 比如说皮诺曹 就是他说谎 他鼻子会变长 那如果小 其实小时候没看懂 像长大了 就知道你不能说谎 要做一个诚实的 做个真诚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他一些故事 他还是蛮让人启发的 可能有些看过的 在重新看了之后 在不同的年龄段 又有不一样的感受 是吧 我觉得立维是很成熟的队长 他也应该不负所托 郑士导知道 小宝的偶像是谁 我觉得他还是希望做 最好的自己吧 就是 你看郑导巧妙地回答了 这是一个唱歌的 可能您真不认识 他喜欢这个 是因为跟郑导聊天的时候 就会说到 就是我不希望成为哪一个人 就是在我的专业上 我不希望成为谁 或者是 可能会有人说 女版奥尼尔 或者是女版谁谁谁 我其实是不希望的 我是希望成为最好的我自己 就是 其他的什么 追别的圈儿的信 这样 我对你的了解 我只能通过 比赛场上的表现 还有一些零星的 网上的信息 但我觉得你是一个 对自己目标很明确 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人 可以这样来说 我是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 但是我不是特别能坚持的人 我有一点三分钟热度 就是篮球是我坚持 最久的事业了已经 其他事情 我基本都是三分钟热度 就是不太容易坚持 那就是他们写给我资料上 这个明星 你已经不再分他了 有可能 那不是 那是我小时候 就是很喜欢他 然后我现在也喜欢他 只是没有那么 狂热 就是我一定要见到他 不见他不行 这种已经不是了 就已经过了 我已经长大了 小宝 咱们有一个视频 你知道我要播什么视频吗 就是这个表情 我不想知道 我们还是看一下吧 看一下 给我释放 我可以好想 你的泪我一样 是你要我眼天强 不怕受伤 因为我曾经身旁 挺好的 我觉得 小宝儿你起来 我跟那个歌手差不多高 你看 每个太阳 是死仙长 对不对 身刀叉差不多 每个太阳 标高音 我觉得挺厉害 因为歌手还要看歌词 小宝不用看歌词 我真觉得挺好 因为如果是我 没有勇气上一场 我也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气 还是一种自信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真的挺好的 如果是我真的不会 绝对不会 也不会让你放出来 放出来可能 他没有办法阻止我 但是当时怎么 就唱了这个歌呢 过年 过春节 然后有那个气氛 然后就说 我不是喜欢张杰吗 然后就说 要不让我 就是让大家高兴高兴 然后我就让大家 高兴高兴 确实起到了 你的作用 效果满满 不光是过年的高兴 就能高兴好几年 看这视频 我还听说 迪拉娜是被篮球 耽误的语言天才 这个是怎么说起的 娜娜 因为我是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 然后因为我就是 有维语 这个基础下 然后可能语感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其实可能 再加上在广东 这么多年 十几年 然后其实粤语会 就是因为身边 也会有人讲粤语 然后所以就是 对粤语也会比较 就是明白 就是能听懂粤语 对 其实也会说一点点 然后英语 也是会说这样子 粤语说一点点 小猪 来 我觉得就是 你来展示一段的粤语 我不知道我讲点什么 你说几个你最喜欢吃的 广东菜的名字 但是我不知道粤语怎么说 那你怎么送的时候 用粤语怎么送怎么算 就用普通话 那其实英语方面 是怎么样开始学习的呢 英语也是因为 就是语感 然后再加上 因为从小就是 有接触一些外交 从我在国少国青 然后在青年队 都是有接触一些外交 然后到后面就是 从打职业联赛开始 然后每一段都会接触外援 所以跟他们的交流 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就是在英语方面 在就是在篮球专业场上 会就是会比较了解一些 跟那些裁判抗议什么 你也可以直接的 是可以跟裁判直接抗议 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对 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在球场上 就是尤其在国外队的时候 你也要跟那个裁判 多一点的去交流 其实现在不光是他 就是我们球员里头 现在会说英文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都在就是在学习 因为就是中国女兰 不光是就是要走向世界嘛 就要更多的去国去交流 更多的就是那个 就是新的东西 在球场上 基本上可以不用翻译 就可以听得懂 就反而是我需要 在追光的路上 我们无畏前行的故事 刚刚开始 一年多之后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 在现阶段 你们是怎么样准备的 对于未来是怎么憧憬的呢 对于我自己来说 在每一次能够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 能够拿到好成绩 我觉得这都是我的目标 那肯定之后的目标就是 亚运会和亚洲杯 也希望能够登顶吧 小宝呢 我觉得就像洋队刚刚说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下一个目标 肯定是首先想办法 如何重回亚洲之点 然后就是现在可能外界 把我们排在亚洲第一 但是我们真的做到了嘛 就是可能在亚洲 亚洲杯这个赛场上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去准备 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 就是想要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肯定无论每一个队员 都要就是更好的去塑造自己 然后把自己打造得更好 然后去帮助这个球队 然后去完成我们的梦想 因为也是第一次进国下队嘛 然后希望就是我自己可以 在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机会吧 对然后就是当然 就是还是要做更好的自己 然后才能去面对更多的困难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 谢谢 也谢谢政治道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无畏追光 我们一直在路上 感谢收看 再见 今天政治道还有三位我们的女蓝队员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特别来宾 她是女蓝的粉丝 我们把她请出来好不好 还有一封信 我们让她在这念给我们的女蓝的教练 还有队员们好不好 女蓝姐姐 中国女蓝的大姐姐们你们好 我是广州市乐秀区中心小学三年级的一名学生 首先祝贺你们获得了女蓝世界杯的亚军 我知道这是你们历史的最好成绩 爸爸妈妈说 看你们的比赛就是在看如何去挑战困难 所以你们的每一场比赛都看了 而且每一次我都会认真的看 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澳大利亚队的那场半决赛 大家靠拼搏拿下了胜利 谢谢姐姐们你们的拼搏 为我们上了一堂最好的课 最后祝愿中国女蓝的姐姐们继续乘风过浪 披荆斩棘 未来取得更好的成绩 广州市乐秀区中心小学三年级一班黄木瑶 莫瑶想不想知道当时你重点说的对澳大利亚的比赛 他们是怎么面对的 想知道我让他们说一下好不好 知道要对澳大利亚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我自己来说 就是觉得因为是东道主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再一个我们就是当时是人缘不起整的情况下 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 当站在场上之后就全力投入的那个感觉 就一下就上来了 就是觉得就是一定是要发挥自己的最大的能量 然后去克服当时的一些情况 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可能我们才能拿到这个胜利 我也觉得当时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就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最好的 最好的那个状况 因为在奥运会的时候澳大利亚就输给我们了嘛 就换作我们来说我们是东道主 我们也一定会就是想要在自己的地方拿下这一场胜利 然后我们赛前也做了很多困难准备 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都做好了准备 然后全力负责地去面对了这个这样强大的对手 所以我们才能赢下这样的比赛 我想你也跟他们一样 无畏追光 好 好吗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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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